就好像我們的詩和《信經》我們臉的時候 最後那兩句 我信永神 我信身體復活 就是說人世間有一天 來到人生的重頭的時候 我就會回到上帝那裏 我就會從死人中復活過你 簡單來說 Past tense 過去 Present tense 現在 Future tense 將來 過去是我信耶穌的時候 我領受了上帝的恩怨 得清為義 現在我依靠上帝的大能 讓我面對人生 將來我有這個復活的盼顔 我有這個命心 今天是我們作基督徒的日子 我以前信耶穌 我將來復活 但我現在就在人世間 當我人世間日子的時候 我就一直會面對人世間的挑戰 人世間給我的衝擊 我怎樣去堅持 怎樣去堅守我的信仰 保羅說 記得是要知道 有耶穌基督的復活的大能 第十節那句話 非常重要 不是靠我們自己 去面對這麼大的困難 而是靠耶穌基督 給我們這個 勇氣 給我們這個信心 來面對 作為基督徒的日子 我們會面對一個 一些很奇怪的思想 有時候我們一些歌 就會唱到 好像說 這世界非我家 這首歌這樣唱 唱得多是很危險的 這世界非我家 就是我遲到搬家 既然遲到搬家 何必中榴槤樹 因為搬家都不能吃 這世界非我家 這世界就當作無道 如果我的心態又如何 當作基督徒 我就變得好像 走一日過一日 沒有任何的歸屬感 這世界非我家 一次感情之下 我就不會建設 我又不會覺得 我需要在社會裡頭身 我又不會打算 在生意裡放心機 因為既然這世界非我家 明天都回家 回天家 那何必做得那麼辛苦 這種心態 如果我們不小心 就造成了基督徒 變成一個 不關心社會 不關心世界的一個人 這種極端要不得 另一種極端要不得 就是自己的世界為我家 經常想著這個世界 就沒有想到天家 所以一輩子 就為了這個世界做事 經常為了賺錢 每天都為了賺錢 每天都為了償錢 每天都為了償錢 每天都為了這些事 完全沒有想到 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 回到上帝面前 來交賬為人 這也是有問題的 所以耶穌又說過一個比例 他是一個人 這個大有錢人 他就進入很多財產 他進入很多財產的時候 有一天他很煩惱 他就繼續有這麼好的修成 修成完了之後 怎麼辦呢 沒有地方 想來想去 終於想到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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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貨倉太小了 那次他說 我一定要建一個更大的貨倉 將我所做的 所收割的 放在更大的貨倉那裡 哇 很開心 又擴充了 擴充營業 然後收了那些貨物 又有更多的錢財 進入口 那繼續去想 假的 做什麼呢 現在貨倉又大了 又財富又多了 現在可以好好地休息 好好地享受世界 跟著耶穌說 那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坐在香港 時候到了 回家了 犯天假 他所做的一切 沒有機會享受 如果我們把世界 為自己的家 這樣想法 極端也有問題 說這個世界不是我們的家 極端也不是辦法 回到兩個聖經 聖經會提醒我們這兩個角度 小心點看 我們不是超屬靈的那個地步 不會想到世上的需要 但我們也不是完全的現實 到那個地步 不看到將來 不看到屬靈的層面 作為一個屬靈的基督徒 記得保羅所說的 第十節那裡 我們誘著耶穌基督復活的大能 幫助我們面對現實 面對困境 其實聖經裡面有充滿了很多的例子 有些例子會讀聖經 我怕你可以讀的時候 用一些思想想想想 聖經裡面 例如說 藥室的故事 幼稚園或者是 諸學的時候 你讀的時候 創世紀 這個藥室 Joseph 你讀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這個人很偉大 很特別 你知道是什麼嗎? 其實他是公務員 他是當時埃及這個國家的公務員 一個高級的行政人員 他為了埃及皇 好地管理當時的財產 用來研究這句話 他是當時的財政部長 他能夠為埃及管理前財 所以當時的埃及皇帝是笨蛋 都不會想的 他是靠這個官幫他做的 埃及當時的約室 做了一個很好的官 幫助這個皇帝 來管當時的財務 埃及皇 叫做得力助手 作為教徒 我們會想過 我們要扮演一個好的角色 在這個社會當中 都可以做一些很有意義的事 另外一個人物 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讀到達爾里 達爾里 達爾里的書 到時候看到有些異象 有些什麼特別的事 但除了那個角度之外 還有其他其他東西 其實達爾里當時 都是巴比倫這個國家 巴比倫一個很古代的皇國 很高級的官來的嘛 簡單來說 他當時幾乎就是 當時的首相 怎樣幫助那個阿公 來管理當時的巴比倫皇國 弟兄姊妹 做我們這樣的問題 特別我這個月 或者下一個月 慶祝國慶的時候 從想思想的下 我們做一個基督徒 我們做一個基督徒 我們不可以經常唱 《寫世界非我家》 因此沒有打算建設社會 我們不可以經常說 這世界為我家 一寫世界各日人賺錢 不行 兩場都不同的場 想清楚 我們要的就是 上帝作為我們心中的王 給我看到的儀仗 給我看到的方向 我們好地在第二場 就是這個世界 為上帝做綱造業 這就是我們一個屬靈生命 在屬靈生命裡面 不是叫我們脫離現實 屬靈的生命 是叫我們回到現實當中 來為主做好事 為上帝做一個有建設社會 能夠建設國家的一個好功能 所以寶羅說 這就是我們所見到的 所要說的那種 是屬靈生命 但我們屬靈生命 我們要繼續成長 為甚麼成長呢 在十二至十四節 保羅繼續提醒我們 當我們來到敬拜上帝的時候 我們不斷的成長的時候 有甚麼東西來挑戰我們 繼續的focus 繼續有這個注目 來去做呢 第十二節 十三節 十四節 寶羅說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已經完全了 而是揭力追求 或許可以得著基督耶穌 所有我得著的 頂門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做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追求前面的 向著腰肝直跑 唯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女 從上面召我來得的像上 本來在第十二節 四節所用的圖像 就是一個賽跑的圖像 一個賽跑的人 他怎樣去努力去走這條道路 當他走的時候 他說我不可以經常往後看 我走的時候一定要向前看 而走的時候一定要向著方向走 不要走錯路 當我這樣走的時候 我就能夠專心來追求 能夠專心來奔跑這條熟令的道路 有幾個提醒在當中 譬如說 當你要跑的時候 千萬不要自悶 千萬不要像那隻兔子 你轉頭看看那隻烏龜 哎呀走這麼慢 我一定贏了 就行了 不用走 如果這樣的態度就不行了 所以波羅說我要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 即是我不可以看別人怎樣走 我就專心去走就對了 然後我要專一地走 因為我知道上帝要我走這條人生的道路的時候 我要專心一致地走下去 然後向著標桿直跑 這個標桿就知道耶穌基督給我的使命感 我們每一個信徒 我們知道上帝要我們在世上的日子 你都要為他做我們應該做的事 扮演我們基督徒的角色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的信心 這個是我們的盼望 這個是我們的方向 我們這樣做 然後決定心戰 一直走下去 不會隨便放棄 其實回到頭想想 我們有時候怎樣走呢 有些人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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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錯方向 明明駕車落符駿 這樣就開上奔承 走錯方向 大腿 浪費心機 作教徒我們要怎樣走 我們要的就是 看清楚 我們要向前走 在屬靈生命上面 向前走 不是原地得道 我們不是